再一位 上次的會議紀錄已放在各位議員桌上 請詳諺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今天上府議程繼續進行民政部門的業務執行 現在請登記第一發言的蘇淵辰 請發言 蘇文忠 謝謝主席 各位國長 各位新聞記者 請問大家好 因為我們民政局 就是說 在這個佛政 在推動 這個業務推動 對不對 就是說 文化有很大的改變就對了 包括說 來佛政的 我們的市民 提供最方便的方式 來做一個處理 本市覺得這是很值得的 可以去鼓勵事情 是怎樣 因為 一些這些努工也好 一些這些 公義行動的職員也好 我們公務員也在上班 但是呢 他也是在上班 但是呢 他下班的 他要辦一些業務的 那是我們佛政也會 所有公共機關也都下班 所以你們來推動 這個 假日的 再繼續服務 對不對 老一座人 來做那些擴大服務 外面的這個方便 非常好 這一點 本市肯定 當然也希望 就是繼續 來加強 對便民的措施 可以 來做處理的話 盡量提高 讓我們措施 一個方便 第二點 就是說 你說 比如我們這個 洪山市 還是高雄市 裡面 有人那個 行 改造街 你行改造街 如果三條 行改造街 是不是 人數 包括要換太多人 對不對 他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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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 技術 各方面的 很繁雜 但是這個 其實 如果三四百的人 去 副政事務所 辦這些手術 要辦到哪邊 甚至要照相關 當然 我最會了解 就是說 你們可以說 所有的作業的電腦 有六個人而已 六個人 他們所在找一個 活動中心 或找一個廚 要讓人家庭不住 工作室 來做一個處理 所以包括 那些 監禮所 電腦也辦 這樣 新聞全都在這裡發 所以 尤其你們 有些人的辛苦 給三四百的人 對不對 可以這個很大的方便 本身外面也聽到 很方便 人們對你們 一直在說 辯民 就是我們 市政府團隊的精神 我感覺這是個 好的一面 但是希望 如果像類似的 這樣增加 辯民這個措施 對不對 我會建議 就是希望 繼續 再來推動 當然 就是說 一些ideal 一些創新 也是你們 集市廣義的 要在俗課 怎麼可以讓辯民 這是本職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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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供 高雄市的市民 一個更方便的 這個 法務的方式 當然 我們的宗教理事科 宗教理事科 宗教理事科 也是非常幸福 所有的廟室 包括廟室 合法化的 我們學長 也是非常 技術 在做 因為你們是目的世界管理 出版機關 所以 我們 原來的 隔壁宏館 因為我們 算比較多 包括 尬仙 旗山 賴門 所以 六股 這都算 以前的一些寺廟 都沒有 申請登記 沒有 補辦登記 都沒有 所以 他們拿出行政 別的單位 或許 意見是一大堆 但意見是一大堆 老了 老了 還是怎麼想的問題 但是 包括我們的 宗教理事科 他們每一件事 都可以面對 處理 所以 我也覺得一個現象 單位 他的問題 經常會回來 宗教理事科 我也去學郭彥室 來講 他是一個 佔經的而已 佔經的 總黨 要兩黨 結局的 各黨 他都有意見 意見 他說沒有法令 他現在說 要佔經 一個佔經設計 要目的世界管理 同意 他們就可以處理 你補充 有同意的東西 是在推卸責任 同意 我家庭 有客廳 你拿過來 我是準 因為這是合法 申請的 所以這個事業經營 對不對 他要來比考 對不對 我們民政局 宗教理事科 他處理不認識 就跟別人沒講 他有擔當 應該認為可以的 合法的 他就是同意 所以這個情勢 我也覺得 有人家庭 對不對 但是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目的世界管理主管 機關 對不對 就是 沒有辦法 等一等一等 所以 總要前兩天 對不對 總算的 會來做一個鋼管 那其實講起來很簡單 沒有什麼事情 為什麼 因為邊貨問題 邊貨問題 這就聽起來 對不對 你完照尊教的東西 對不對 反正的變形 建在一起嗎 我舉這個例子 但是 他們就說 然後 有些 違法不合 還是說 違法不合的政府出來 法令 我看 結果他來回答 他說 他目的世界管理主管 機關統一以後 他會當 他會當 他會當做出來 那不然有同意 沒有同意 他怎麼去啊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在講 對不對 雖然他小事 但是 他的工程 做主要當我 要兩年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覺得 在整個 就服務案件裡面 對不對 公務人員 他們是因為薪水 人家是因為薪水 也有經過頭 有一些事情 沒有人說 看來事情要一直往外吹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的 客人 對不對 他這方面 處理得有哪有好 所以 大致上來講 就是說 那個 局長 你在領土地 我是覺得 你的董人 會指示廣義 來 替於 市民 提供想概 親切 想概 傑變 去服務 我覺得這是 你們整個局 團隊的精銀 對不對 成功的一面 但是 對不對 來奔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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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動員 也有很多建議 包括 我買 說 單獨的一個單位 擴大人士的 賠償 對不對 夠方便 來奔鎖 但是 補新的建議 它是說 但是 因為你們如果 還要化出一個單獨的 獨立黨衛 對不對 一些人員的增加 經費的增加 對不對 不少 所以不是說 以憲 以為 擴大經費 擴大經費 來改善 兵藏 兵藏 管理所的 一些設備 來更新 這也是個思考的方向 當然 你如果覺得說 我們要化出一個單獨的單位 對不對 來另外執行 這也是個可行的方向 但是 你的經費要用那個大 是不是 我們目前的 還要用負債 還要做今天一些建設 對不對 我們的經費很悠閒 是悠閒的情節 對不對 另外一個方面來思考 可以擴大部分的經費 對不對 來提升 軟體的設備 來做一個處理 這也是一種的方法 所以 本席 對不對 就在這裡 我們來做一個建議 來 局長你回答一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對我們民間局 我們所有同年的付出的 堅定 我想這個 我們的民間局 我們本則就是 以顧客為導向的 這個概念 來發展 比較多的 辯明的措施 獨了剛才主席 議員所說的 說我們這 換這個路 我們整組人出動 主動幫我們的 這個祖候 換這個新聞情 換這個相關的 這個組料 達到這個窩心 跟便利 以外 其實我們推動出 很多新的策略 包括說 我們的行政護政 說我們在定點 過去我們可能只有在 貨政事務所的服務而已 但是我們新的做法是 我們針對一些特殊的個案 我們可以蓋到他的處理 我們做這個服務 我們相信在後面 我們還會推出一些 行動APP 這種的部分 這都會翻轉 過去我們在對於護政 比較僵化的想法 我們以後 我們不是來申請 我們是來取見 這都是一些新的做法 就是我們議員的困難 當然我們宗教理事科 也非常認真 所以我們在過去 我們這個換政率 也達到93%以上 可以說是全國第一名 當然剛才議員 要拿出我們在賓葬處 我們一些要改善的部分 我想我們的進步 因為我們不會停止 我們會自己來自我檢討 我們會自我來發現一些問題 我們的宗教議員 他剛才說支持的說 我們的想辦法 將來我們的經費 可以做那麼多的件事 包括我們在今年 我們會完成我們這個賓葬處 我們A區 這個富頂金A區的取決 然後再將這3點10公斤 我們就繼續做新的開發發展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不管是在停車 在交通 還有在將來設備方面 我們會更加進步 希望我們議員可以在這個部分 隨時給我們提點 隨時給我們知道 我們如果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隨時改進 希望議員幫我們多多支持 謝謝 但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寫一寫 你請坐 等一下回答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這個 如果是我們那個原科學館 對不對 他的項道比較多 但是項道比較多 對不對 就是說 立美以後 就是你們基層政策科的業務嘛 所以 就是說這個經費 可以說 多偏掛 當然 我們的科長對不對 對嗎 非常認真 因為 包括我們在說肥坑 很方便 對不對 他們是說都順利 沒有說 沒有人會 可以說 又瞧時間 又擺什麼 但是 他都盡量沒有控制 對不對 先做一個處理 我們就可貴 當然 你們是 立美以後 不然在那個工作 對不對 去工作 對不對 去執行 我還是覺得 這方面 對不對 我們的科長 做了 真的 真的非常 這個 這個好 所以我建議的 就是說 基因的 包括 去監督科 各方面 宗教 辦慶典 各方面 對不對 那也很積極的投入 所以你現在看一個慶典 一個慶典在辦 對不對 對 對 沒有 還要用到 對不對 連續那麼多天 對不對 其實 你如果說 有做專業的人 對不對 我就會處理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 就是說 這方面的 對不對 就是 我 做到 如果是 我實在沒有在 關營 真的 不錯 但是 所以一個缺點 就是 經費太少 如果這個 快點 當然 當然 這個 經費 一個 邊 大家 都在 政策 美 局勢 在政策 對不對 當然 就是說 這方面 中國 有一個信用 很好的 這個 的 所在 這個 這個 取民 一個 信用的 中心 那在這種 狀況 之下 對不對 我們說 百分之一百 你們 做得到 是困難 但是 也要盡量 來做一個 叫做這個 政策 來做這個 分配 但是 你們這個社會主委 這運用上 對不對 我感覺很成功 所以什麼 就是 世衛資源 因為就是說 你們的 經費 是以反的情緒 但是 我沒有 過分別 你們有什麼問題 參選 對不對 他們就是 要主動 拿出來 拿出來 給他們 支援 先去吃福利 無法出現 的 各方面 那一間 市民 就說 有附帶 連地位 不然就是 那個 社會基金 就是一個 叫做 這些 比較弱勢人 我們的經費 怎麼騙就騙不夠 騙不夠 騙不夠 請吃 對不對 就是說 在這方面 你如果 散用這個 施言 但是 這就是 剛才說的 兩種 改歲了 你如果 做巨大的時候 我們的 仙光廟 就關一千五百萬 結果大陸 那邊 過來 對不對 就是說 他們大陸 兩岸三地 企劃會 他們過來 過來後 他們再 三千萬過來 所以我感覺 他們在開的時候 比較浪費 他們大臨時 還要減大體肅 那幾個月後 拆掉了 所以他們要開兩千萬 但他們存一千萬 也是正宿來致 我們高雄館 當然你存在高雄館 高雄館 在主導 台北 正宏廟 阿東 我在那裡聽到 他要給王金平做的民主 一千萬 要叫王金平 給他一大廟 給他支援庭 我聽到我就選 我就選 他選手了 我們高雄館 在王金平也是高雄館的人 但是 為什麼高雄館 在那裡 這麼嚴重 醫療錢還要賺百萬 我還要賺百萬 我來這裡 總共有兩千五百萬 當然 應該拿出來 人比也拿出來 平同時 他們辦企業活動 去監督科 他們做處理的當中 他也是要補助他們 所以我這說的意思 補助他們 為了公約 我們的節目有問題 要大一千萬 兩千萬人再拿出來 他已經補助了幾十萬而已 我現在說的意思 隨這個例子來講 你們這方面 就是 總共的部分 要掌控和諧 他們如果說 他們需要大了情 他們需要出去 他們要拿出來 但是平同時 他就是辦一些多東西 經常補助他們 我不是覺得很合理 梁局長你回答一下 好 局長倒 謝謝主席 謝謝所有議員 我相信 大家都要議員所提 就是我們過去的一些經驗 包括我們在六個月的時候 就是仙公廟 他只要兩千多萬 然後去那個六個月的 避難中心 那個地方也去得很好 這就是我們過去 在這個跟這個社會主園 跟這個廟屋的這個社會主園 當然我們當然在 今年 我們這種有算方便 沒有辦法說 有辦法特的這個廟屋 我們的這個補助都有抵抗 但是我們的盡量 就是透過這個主園的運用 所以在這幾年 我們要跟百多元廟屋合作 然後甚至媒合廟屋跟地方 跟這裡弱勢低收入負負責 所以我們在去年完成 重金 交易的這個 這個主園的這個整合和運用 我相信這都是 我們要很積極 來和不管是廟屋 還是和地方 這組繩會 我們需要 我們那個結合的部分 我們想說所議員 可以在這個 幫我們集團一下 甚至幫我們媒合 像議員幫我們媒合 那個 仙空廟台北的仙門廟 那個就這麼好 他這邊在我們 財產的需要有兩千多萬 這點也去這邊 跟我們議員做這個 多謝 好 好 兩分鐘 你說的剛才這個 現在你說的這個 是 我們有 同感的 但是 因為我覺得你們做 一塊牌對不對 花了多少錢 你覺得你們做的牌 有 因為主要重點是 因為有這個 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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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岸對不對 會集團會過來 所以他們那些人過來 要說我們的錢 開始折 但是 我們說的對不對 你這塊牌 那裡沒幾年 你打得大塊 你現在有時間 你去看看 你如果飛的你去看看 你用到社會社會 看得有 真的沒辦法 還要掛眼鏡 你瞇一瞇一瞇 結果還不知道你 你瞇什麼 你瞇一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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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但是這塊牌 你只要做得大塊 對不對 讓人這樣簡單看就有了 因為在後面 人家的 車團也好 基金也好 要關閉對不對 我們說 也比較方便 尤其 這是又關閉到 台北的朋友 跟香港的朋友 競爭 競爭 他們來在說 我們的錢 開始折 其實他們有困難 我們要在那裡看 看那裡 在那裡 對人 對人來說 不覺得無同事 我今天說的 不是說 一定關心的 你節目就要怎麼做 但確實 我在說這有關閉到 台北的朋友 競爭 在這個情節 我們想說可以去客戶 跟他換錢那麼大 不可能 這個主要是可以 外國掛錢 台北的掛錢 如果人家要來 六區那裡 像廟那裡 有什麼在那裡 那六區 或是買 雲三區 或是那裡 那裡 在那裡 人家說 報告 要做一堂 我是覺得 你事後看看 人家說我哪邊 我來幫你做一個 調整一下 好 謝謝 好 謝謝 市務委員 對六歸的關心 請那個明治理長 特別跟他關心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請 陳麗娜議員 執行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高雄市 有很多 在市政府裡頭 用人很 特殊的地方 那 陳菊市長 在用人的標準上面 其實也 一直讓基層的公務人員 覺得 有很多 時時驚奇連連的地方 那 各縣市在看 高雄市的這些 市府官員的人才 似乎感覺是 好像到處都是人才 到處都可用 那所以呢 高雄市 高雄市聽說前一陣子 還成為小英 這個政府裡頭 很重要的一個 人力資源庫 那很多的人才都必須要 從高雄市借用 陳菊市長 剛開始第一時間點 也說不借用 但是呢 後續還是呢 有幾個人還是過去了 那不論怎麼樣 看起來是 市長也不一定說話算話嘛 那 高雄市政府裡頭 是不是到處都人才 這個有斷於這個市民 或是所有全國的民眾 對於將來 執政上面 多多批評跟指教 那我要講的是 有關於高雄市裡頭 一個非常特別的 一對兄弟的故事 那我在這邊 也跟大家來做個介紹 大家都可能看到 我寫的這個字眼 大家就知道了 大概指的是誰 那正峰 是我今天 所要質詢的單位 也很想了解 到底這個必須要有 在市政府裡頭 扮演非常的清流的角色 能夠 是否能夠 秉持一個公平正義 我們都知道 這兩兄弟 都是陳局市長的愛將 102年5月的時候 法務部連政署 辦了一個案子 是有關於高雄市的LED燈 的一個弊案 搜索的呢 竟然是我們 兵役局跟養工處 養工處還感覺上蠻正確的 兵役局就有點怪怪的嘛 但是其實我想 他針對的是人 就是我們兵役局長 當時的趙文南 養工處長 當時的趙文南 趙建橋 這兩兄弟的住所 搜索了之後呢 趙文南被起訴 然後就停止了 那趙建橋呢 雖然在這個案子裡頭 全身而退 但是呢 103年8月的時候 氣爆案 趙建橋因為 幽靈湘寒 他是當時的副工程師 負負負責設計跟驗收 同年的12月 也同時被起訴了 但是有別於他的長兄 趙文南 可能仕途比較好一點 趙文南被停職 養工處長 趙建橋 不但是保了官 而且 在104年的8月 還身為公務處的處長 那很奇怪了 這個案子明明就是LED的案子 為什麼被起訴的是趙文南 當然我們可能要去看一下 案子的所有內容 才會了解 到底來龍去脈是怎麼樣 但是 我先介紹一下 趙文南先生 大家都對他很熟悉 他有趙大將軍的稱號 那為什麼這樣子稱呼 因為他是城局市長 扶選有工人員 扶選有力人員 他當時早年的時候 父親經營營造業 然後當了民進黨的理長 後來呢 又當了民進黨市黨部的主委 這個過程我相信 很多民進黨的都熟悉 一般市民可能不熟悉 趙建橋呢 是公務局的 水工處的副總工程師 然後呢 承舉當了市長之後 就變成是建管處處長 養工處的處長 然後呢 當然現在已經變成公務局的局長 很多人說 這一路走來 是因為有哥哥趙文南的庇佑 所以能夠一路仕途順遂 不論怎麼樣 當然還是要有很多的支撐 我相信除了能力之外 操守也是我們考驗政務官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準 趙文南呢 當然我們知道了 他就這樣子 就已經沒有辦法 再有更好的路可以走 那但是呢 趙建橋看起來 哥哥還是保住了弟弟了 弟弟 當然可能看起來 市長是有點虧欠他了 所以呢 這一路還是保他上來 當了局長 經濟部能源局的這個LED案子 我再介紹一下 高雄市在101年的時候 市役8千萬 38個區 要把6萬盞的水銀燈 換成LED燈 102年的1月開標 三個標 日洋電機 環球電機 跟紅原電機 5月底的時候 102年的5月底 我們剛剛講1月開標 5月的時候 法務部的連政署 中部調查組 開始了偵辦 連政署針對廠商 跟擺手套 確認廠商行賄 200多萬 這是當時所有確認的結果 後來呢 趙建橋請回 趙文南 一百五十萬元交報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103年的時候 趙文南就被 依貪污治治罪條例起訴 然後就停止了 那趙建橋我們所知道的 他因為 再來我們遇到的 731氣爆的事件 因為他是當時的 設計跟驗收的人員 所以呢 後來他也被起訴了 在同年的12月 親兄弟 親兄弟同朝為官 同樣是地監署起訴 但是哥哥 離職 老弟升官 同樣的陣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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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結果 他也會被判斷 尤其在731氣爆的時候 我們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32個人的死亡 300多人的生命 因為這樣子 身家財產 受到了威脅 高雄地檢署 後來偵辦 趙建橋等12個人 提起公訴 但是到最後 趙建橋還能高升 他還能高升 真是詭異啊 但是我在這邊要提的一個案子 是有關於2008年 行政院副院長邱毅仁 他介入了八部紐牙 境內牙的建交案 他是中間人侵吞案的事件 外界認為行政院應該要 要求邱毅仁辭職或停職 當時的行政院發言人 謝志偉 他是這麼說的 若邱毅仁確定被起訴或是交保 按政務官的慣例 和當事人行政 人事行政局相關規定 當然會立即要他辭職 所以呢 政務官被起訴 停職是慣例 是慣例 這個也是在當時 貶時代 行政院發言人 所提出來的 但是呢 當時可可用的 好像現在看起來 大家也不遵守了嘛 只因為市長怎麼認定 我們就要跟啊 那市長說了算啊 政風處算什麼呢 政風處算什麼 三十二條人命跟三百多個人 受傷又算什麼 都不算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一路走來 我相信高雄市民 尤其氣胞區域的災民 更是覺得不可思議 這一路上來 也許外界的風評 外縣市的風評很好 也許不是氣胞區域內的民眾 不瞭解 但是氣胞區域內的民眾 非常的清楚 他們所受的傷 找不到主 他們所受的苦 不知道市政府要找誰說 市政府一概不認帳 市政府一概沒有事 還有人能夠勝官 還有人能夠從中獲利 當時的香函 如果大家還記得 趙堅橋當時在設計跟驗收的時候 我還記得當時我在議事廳裡面問他 因為他當時就負責設計跟驗收 所以呢 當年的設計圖裡面有說 必須遷移中油鋪設的實化管線 必須遷移 但是有沒有遷移 他還讓這個 實化管線穿越香函 導致後續的事故的發生 如果那個實化管線是埋在土裡 可能今天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在香函裡頭 他所受的環境是不一樣的 生鏽 提早老花 各種狀況 32條人命 300多個人受傷 身家生命受到威脅 沒有任何市政府的人 背起任何一條責任 有人到中央去了 有人在地方高升 大家都一路順遂 我只是很難相信 當時的趙堅橋的回答是 我問他 為何你負責驗收 你沒有看到當時的狀況 你不知道這條實化管線是穿越湘海 趙堅條對我的回答是 我有到現場 但是我沒有下去 我現在要在現場 再跟所有的官員們說 這就是當時他的回答 我也一一足智地唸給大家聽 當時的狀況他就這樣回應我 我也必須要讓市民了解 這就是你們所知道的現在的公務局局長 但是我們看得到公平正義嗎 我們看不到 我們更看不到高雄市政府任何一個人 站出來講一句公道話 我只能萬真風 我認為一個單位裡頭 必須最具有風骨的單位 應該是正風 那如果也做不到 那我也是對高雄市政府 只能用搖頭來表示 現在的政府 跟我們所想像的 應該要各施其職的政府 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我還是得問 因為民眾的疑惑很多 我想要問的是 這兩個兄弟都被起訴了 為何趙堅橋 不依慣例停止 如果依剛剛我上面所述的 不論是馬政府 不論是扁政府 都是一樣的做法 但是 出了32條命的一個案子 竟然還可以升官 為什麼 再來我要問一下處長 當時市長要升趙堅橋 當公務局長的時候 正風處也覺得妥事嗎 覺得他適任嗎 有沒有給市長意見 我請正風處長要回應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如果趙堅橋一審被判有罪 會不會停止 會不會停止 來我這個三個問題 我相信 這個都是我們即將可能馬上就要面對到的 但是前面兩個問題 應該要給市民一個交代 第三個問題 也許我們面對到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 高雄市還有這麼多工程要做 應該要怎麼來處理 來我請處長回應一下 謝謝 那個正風處長 請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有關於公務鏈的任用 它有一定的程序 那在整個作業上來講 似乎在這方面的作業都符合公務鏈在任用上的相關的作業 是我相信一定是符合啦 符合相關作業 符合相關作業 我們乾脆都把人測了 制度照著走 都沒有問題啊 是不是 人在的時候就是要判斷是非啊 因為我們任何一個人員在任用的過程裡面 雖然在植物上可能 有一些瑕疵或者有些都還在審理中 我們並沒有定驗 但在工作的表現上 可能在植物上他勝任 他要努力工作的一面 除了能力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除了能力還有超手的問題 還有政務官對於自己的負責的部分 那也就是為什麼行政院當時的發言人 邱志偉會這樣說的原因 你看過多少的例子都是這樣下台的 那為什麼他們要下台呢 照你的說法每個人都可以不用下台耶 他們都是還沒有被定罪的時候就下台了 那又是為什麼 以你一個處長的身份 你告訴我那一些人為什麼要下台 為什麼他們的長官要他下來 為什麼 你可以給我一個理由嗎 因為人員在任用上 無論是政務官或一般公務人員 他有一定的程序 回答我的問題 我在回答 因為要符合相關的程序 連事處才有辦法來作業 你回答我的問題 你沒有聽清楚我的問題是什麼 第二項第三項 針對第二項第三項 他意思是這樣 你針對就好 我了解 你一直回應的是說 我就按照程序來嘛 都沒有違法嘛 這我懂 這我懂 我相信沒有人也不懂 是不是 那你這樣回應我有什麼用 我們要知道是三十二 沒有人也不懂 沒有人受傷 到底 沒有人 來 再給他兩分鐘 我在問你 你有沒有跟陳菊市長 建議 你有沒有跟陳菊市長建議說 不適任 你有沒有說上一句話 如果沒有建議 你有沒有說上一句話 有嗎 有沒有你就直接老實說 不要再長篇道論 因為他並沒有 因為他並沒有 因為他並沒有違反 有沒有嘛 不是他沒有違反 所以你覺得他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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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表示反對 因為他沒有違反相關的規定 我們怎麼有去反對 你一路上來 這麼久的政務官 你也看過 什麼樣的狀況 該是人家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你也看過 所以應該講 你一句話也沒說嘛 因為你覺得 就讓市長 我如果在行政程序上面 沒有瑕疵 就讓市長 依著他的意願 來做就好了 你的心態是這樣 你的心態是這樣嗎 他的行 他在這個上面 我還沒有辦法定罪 所以呢 應該要尊重 市長的意見 是這樣嗎 市長任用有他一定的前線 政公司不能 那你講的話跟我講的話 有什麼差異 一樣嘛 那因為他沒有 他就任用上都不銷的規定 政府是沒有立場 來反對任何一個人事任用案 那你有沒有建議嗎 我說你沒有權利沒錯 你有沒有建議嗎 他相關的事實 事實上在這任用上 市府都了解 他整個過程裡面 並沒有什麼 違反相關的規定 來不符合任用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創造最大的彈性 給市長去運用 不會任何一個狀況 大家都不覺得嚴重 大家都不覺得這樣子的人 上來做的時候 會有不好的社會觀感 不覺得 你們要考慮的是什麼 這個人要不要倒他而已嘛 是不是 就是 有沒有考慮到說 大家一路上來 看到這個人 都沒有 我想 我想 我觉得你不用在北京 第一个月 我会在进行业业业业 我想像一般停止的判決在懲戒法上有相關的規定 如果有符合相關的規定 人事處會依據相關的規定來作業 就第三個問題 要看它的如果有成立 它的法條是不是符合懲戒法裡面 就停止或者相關的規定才有才有可以 公務人員還是有一定的保障 那我不能夠說憑政風處單獨來告訴它可以或不可以 我們還是要依據法令 那事實上目前來講 我們整個作業都沒有什麼違反相關的規定 會 市長我們隨時都可以跟市長報告沒有問題 市長也都樂意聽我們的意見 判決確定要看它適用的法條 它是違反的規定要按這方面來認定啊 謝謝 請坐 好 接下來我們請 給我們送好的 送到趙總的 李順敬議員 十五分鐘 謝謝 我們的召集人主席 我們各部門的所有的我們的我們的首長 團隊 議會先進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感謝主席 我是不是可以 因為這有關地方的事務 可以邀請我們的修江副長和前長副長 現在我們的台會裡面 謝謝 小港區長 前鎮區長 請入席 動作快一點 好 謝謝 我想在兩位區長 還沒有就座的時候 那我先請就我們的民政局長 我在一零三年的八一氣暴 到過我們的氣暴區 好幾次好幾次 看到我們的民政團隊 相關的市府的相關局處的努力 我們都非常的肯定 那也非常的不捨 那當初我看到我們的區長 林一葵林區長 在現場 可以說不眠不休 有一次 但是我還為了一個安養宴 一個宴區的一個老人的安置的問題 住民的安置的問題 去跟他協調 他也幫我協調了社會局 幫我協調了 我們這些無障礙的車輛等等 或者是協調暫時要去哪裡 暫時要去哪裡 我看到區長我非常的不捨 雖然 雖然 區長很忙 但是 我看他在很忙的同時 又對氣暴區 這麼樣的負責任 這麼樣的投入 特別的家裡肯定 但是選舉完後 到今年的我們民政部門的質詢 甚至區長的一棟 才知道 我們這麼優秀的區長 已經離職 非常的可惜 到底什麼原因 我從認識他 他的時候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一個警員 從一個階層的警員 到我們 市政府的 一個 我們的區 區公所的理幹事 到課長 到主秘 到區長 一路 甚至在去年 我們 結運 輕軌結運 在 市營運的期間 還看到我們區長的努力 這麼樣努力的區長 就這樣離開了 當然 新任的區長也相當的優秀 兩位 兩位 我們 我們南高雄的 這個區長 小港的陳區長 新任的前任的嚴區長 也都相當的優秀 但是 畢竟 林玉奎這麼優秀的區長 來離職 我們非常的不捨 局長到底什麼原因 你不知道知道嗎 因為這個原因是怎樣 這麼好的人材 要照理有給他努力嗎 簡單答案 好 區長答案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李議員 對我們 林玉奎的林區長 以及我們整個 我們民政的團隊的肯定 的確 林區長在幾年 在整年 這個氣爆裡面 其實非常非常盡心 他差一點 在這邊的氣爆裡面 陷阻到這個危險的部分 而且在同時 我們前任區跟林玉奎 我們區長也是 兩個區長可以說 先搭去 我們整個氣爆區 很多的救援工作 和復健工作 和整個後續的這些處理 這兩位區長實在是非常非常優秀 所以其實 在這邊 我們區長的異動裡面 其實我和我們區長裡面 他談到說 他的一些生涯規劃 一些生活 他的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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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請坐 謝謝 因為我最近有接到 長照協會 的通知 想要跟林區長感謝一下 我想我要向他沈澄一下 你別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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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騙說 他是生涯規劃 如果是這樣 當然 除了這麼結帳 要來感謝他 在七包需的東西 他還有兩三間安蔭他 都是透過於聯邦 透過於聯邦 透過於跟社會局做車 透過於民間調一些車両 他也站在小港 小典本人 帶這種結帳 來幫他洗洗一下 來幫他露暖 現在都正常 現在環境 民政和健康 也正常 但是表面很好 但是局長你別騙我 我來看看 我來看 你怎麼看沒有啦 警長啊 人家這樣拚死拚死 你誓言說我又不敢說出來 說他欺負犧牲 請過責任這麼多 每天噴到歐索索 我就在噴到他邊 噴到我 噴到我更嚴重 結果不然要老下來 可笑 可笑但是對區長我們都 都給他困擋 包括我們兩位區長 今天請兩位區長一次 我給兩位區長報告 現在 我們的學府裡面 有我們的中安路、中山路口 現在可以說非常的勞見 車路也越來越多 也不是單純說 泰魯閣草牙島的問題 三國通道通外 的問題 國切 現在它還不通 所以地區的理長 跟地區的議員 跟我們地區的立委 都跟有關單位來歡迎 希望 在中安路的北平 這個中安路的南平 就是基金 圍牆的北面 兩個區長請注意看 這個北面 這裡 來開一條 新的 新的道路 來希望 來接中山跟高峰 來輸解 這個所有的人潮 因為 這裡 航空物流園區 一定 已經在重化 在照商 這裡的車 中安路 無法度行 適度拓寬 這裡還有一間 富星空廚 富星空廚 我問 這個車 都在這裡 這不是說 他們買他們 飛龍機 連外面的 百會公司 他在賣 屏東 台南 所有的百會公司 都買他們 富星空廚的東西 這車就在坐 兩個區長 如果可以去看看 我今天請你們來 最大的目的 就是說 富星空廚 你看看 這車輛有夠多 他們不在他們出域 都在這裡 在大陸隔到這裡 證明 四點五個 那個環境有事情 我看那 老百姓都站在這樓中 讓那個 讓那個 我們的志工 把它保護到 那車輛有夠多 這富星空廚的車 絕對不能讓他們 待這裡再出域 兩個區長 要出面 另外 請區長來的意思 也是要希望 在市政會議 要把市長報告 包括 包括地方的立委 包括地方的立委 都看到很多問題 如果沒有提早因應 將來我們這個瓶頸 將來我們 鳳山大寮地區 要通往 臨海工業區 要到漁港 漁港臨海工業區 要回來的路 都沒有替代道路 是不是這一條 能夠增開一條新的道路 當然知識體大 我們陳區長也特別知道 這是你的轄區 我們的航道不足 現在機場 像我們 民間來徵收土地 我們都市計畫局 配合 由 農業區 變更為機場用地 向我們徵收 但是他要留一條六米的農路 有 我們查人有夠多 我們查人有夠多 來這裡 這是我建議希望 他開一條路 雙向的 雙向的 變更 六米的農路 可不可以留為二十米 或者是在 適當的地方 這裡 台塘他要提供土地出來 因為這個物流園區都是他們的 都他們的土地 都是機場的 桃園 航空城 投資五千億 還分 蛋黃區 蛋白區 我們這裡連一個蛋殼都沒有 都是他們的車廟 現在不夠 還要把我們的農業區 變更為 航空物流園區 六米農路到現在也不給我們弄 當初我們都發局 有附帶條件 讓他開花 你要給我們的農業區 徵收為機場用地 變更為機場用地 你要給我們附帶開花 居民期盼 我們的陳菊陳市長 為我們留下一些綠地 他也在法令上 有規定一定要給我們綠美化 回復農 回復農 藉這個機會 人家桃園航空城也有蛋白 是不是借這個 開地道路的機會 現在太魯閣道又 太魯閣道 太魯閣道又開幕 是不是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六米的農路 變更為 這個二十米的道路 看要怎麼來弄 紓解這個人潮 我想為地方做一點事情 兩位區長 這個都在你們的轄區 希望你們盡一點力 我想這個不用回答 但是我希望 你們在市政會議 或相關的會議 一定要反映地方的一個需求 要不然將來 等一下我下個議題會講到這裡的 車禍很多 然後造成我們的社會問題很嚴重 我在這裡拜託兩位區長 另外 我來請問一下我們 兩位區長 小港前陣的回饋金 很多 其他的議員都很羨慕 但是基層的里民 到底用了多少 沒有人知道 回饋金當然 區長的意思 我們都有公告上網 小港還透明一點 好像前陣還沒有上網 但是上網 看得出來的項目很少 環保自公吃飯 環保自公旅遊 幹部自強活動 里民看到什麼 里民沒有看到什麼 但是回饋金有分兩種 區長 內行人都知道 一個叫做 企業主對於我們地方私底下的回饋 另外一種叫做公的回饋 那個有定制度 但是 很遺憾的 回饋金變職 有的里長 被回饋金沖昏了頭 有的公務人員 被回饋金沖昏了頭 雖然都不是在兩位區長任內 尤其小港區 我們還有一個秘書 被判了十幾年 被判了十幾年 關回來了沒有 小港區長答呼一下 回來了嗎 區長答呼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到目前還沒有回來 還沒有回來 我們區長 我們公務人員 是不是要進到 請坐 要進到保護的責任 最近又有兩位里長 在私的回饋金方面 去向我們的大企業 以要抗爭為由 向我們的大企業 勒索了四五千萬 兩位里長 平均分用 聽說私底下還有很多里長參與 他們兩個單起來了 區長 我們到底小港的回饋金 在公的部分 在公的部分 有哪一些回饋金 這個回饋金的 這個使用的比例 市政府 也分了一點 也分了大部分回去 區公所你也留了一部分 造成各個里長 回饋金不足 大家收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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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的就來 來把外面的輸贏企業 借金 來跟他們開槌 肯定有這個情形嗎 我要跟你問一下 到底我們小港現在回饋金 有幾筆 然後 總金額大概多少 你上繳的比例多少 你留用在你區公所的比例多少 簡單回饋一下 好 前陣區長也是 也是要準備一下 你也答覆 簡單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現在小港區的回饋金 如果是中央跟地方的大概 總加起來有八項 有八項回饋金 總金額多少 總金額如果是 預算內的話是一億五千萬 是編在區公所的大概一億五千萬 那如果是中央下來的大概有八千多萬 所以大概合起來有兩億多 兩億多的回饋金 上繳到市政府多少 跟李議員報告 因為每一項回饋金 他的規定都是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例來講 像台電的話 他只有規定說 所在地的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那我們就把百分之二十 就是 把他畫給了 大領埔那四個李 那剩下的就由 我們有一個台電 這樣一個審議委員會 再來分配給其他三十二個李 好 每一個回饋金都不一樣 區長分配的比例 我尊重制度 也尊重你的領導 也尊重規定 但是 或者是 在施的部分 或者是 因為你回饋金的使用方面 沒有 個理沒有很透明 沒有很透明 所以有一些詬病 區長你提醒一下時間不夠 我想讓我們 我知道你也管得很好 但是你再用心一下 不要讓里長 不要讓我們的公務人員 被回饋金沖昏入頭 好 來你請坐 謝謝 來前庭庫庭來 簡單啊 感謝 我們主席 感謝李議員對 堅定的建設的這個 這個 來講經病多少來 我想 經病多少來 大方的 就是台電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航空站 加起來差不多三千六 但是三千六都便宜遺宣裡面 這裡面的時候 都按照分配 剛才我們修江 庫庭有怎麼說 五百二十時間 回饋在我們的在地裏 阿春的 我們就按照規定 來來使用 來 兩位庫庭是不是 可以給民視給我一個 沒問題 詳細一點 我不要說很明細 很明細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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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個理的 這個這個 保密的問題 我不便去太那個 但是你把大概的方向給我一下 大概的方向給我一下 好 好 兩分鐘 是齁 說到這個回饋金 大家就收幣 收幣齁 兩億多 庫庭 兩億多 為了要保護我 你長這個位 加利民離婚 加利民生逃離婚 離婚離婚 離婚離婚 再做會 收拔來找議員 來找什麼 你還不是他們母 你長加他離婚 大家我請問兩位庫庭 你們收工前庭 來民 大一例 離婚率最高 大一例 離婚率最高 大一例的低收入戶 像這個 離婚後就是要簽低收入戶嘛 你兩位庫庭要特別主委 兩億多的回饋金 好 這太賣人 公家還有兩億多 數位還可以給他 卡有五千多 在保險箱 還拿出一千多萬 做小孩沒有幾歲 後來都還幾千萬 為了要保護我這個 你長的位 那支好就怎麼樣 百多條我腳 好像不像離婚啦 離婚你 你還要來請低收入戶 我幫你幫忙 請我一定會過 請百人會過 真正有歲 要請你請低收入戶的時候 你沒辦法放過 你要了解一下 兩位庫庭 打破一下 哪一例 就兩位區長進來 我不是針對你們兩個區 全部的區都要注意這個局長 全部的區都要注意這個局長 全部的區都要注意這個事情 來庫庭來 這你的狹下 我們前陣區長先來 來小港區長緊接著 來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 這個 禮婚率比較高 其實我們沒有統計過 這庫庭比較會知道 我們就注意到 對剛剛李議員所說的問題 我們會了解一下 跟李議員報告 我真的也不曉得 哪一個禮的禮婚率會比較高 那針對剛剛 針對說 是不是禮婚率比較高的 這個禮 他的 申請低收入戶的這樣的案件 會比較多 我想我們還會去深入去瞭解 我來了解看 我來了解看 再給他一分鐘 謝謝 謝謝我們的主席 如果真的發生事情 因為交通發生事情 需要我們政府照顧的時候 那因為 這個低收入戶的大餅實在是 壓縮得太厲害了 因為被我們這些 不當的教導 不當的引導 然後吸釋到整個我們的整個制度 整個福利 整個權益 真的是得不償失 所以我特別拿去 來 局長 答覆一下 你現在對我剛才說的 回饋這個問題 還有 林育婚不用說了 你簡單回覆一下 你要怎麼來認得 來 謝謝 請局長答覆 局長答覆 主席 謝謝我們議員 對我們回饋金的關心 我想我們回饋金的部分 我們都有這個審議小組 在做這個把關 當然 我們會用最嚴謹的態度 跟最能夠親近民眾需求的態度 去審慎的使用這個回饋金 當然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有不法 其實我們也會針對 不法的部分 我們就不寬戴 我們會嚴格來執行 以上 李順敬所提的三點 我請區公所要特別注意 第一 區議長的調動 表現良好者 要高升 除了高升 人生規劃以外 要調動的話 要審慎以對 第二點 他講那個道路開闢 那個交通瓶頸 促進地方 這個是非常重要 衛免活捨 第三點 那個回饋金 像那個吃吃喝喝的 油油碗的 我們盡量避免 能夠用於公務預算裡面的建設方面 朝那個地方去 因為那個吃喝喝油油碗碗的 還有那摩獎的 這人家都會非常的注意 我希望把那個錢放在我們的建設上 是最好 這以上 應該是我們的李順敬議員所請託 拜託了 好 接下來 我們請 吳一正議員 主席 孫文中 主席 還有民政部門 孫副長 大家好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早 今天談得比較輕鬆一點 針對這個 我記得我以前當兵很奇怪 當年有什麼 軍紀月 然後隔天又有什麼 隔一年又有什麼 保安月 然後只要一定的時候 每一年都不會變 每年都會增加新的 就大家越來越沒用 這邊也比較沒兩年 就感受到壓力了 國務人員要做一次人 我發現我們的活動 市政府辦的活動 因為現在民族化很自然 因為要選舉 不管是市長總統 立委 市議員 里長 所以辦很多活動 那這個活動是為了跟人民之間的親近 有時候是為了親職 或者一些有意義的活動 那但是我們就說 這種活動會變成 你要辦 我要辦 大家一直辦 辦到大家變成說 整年都在忙 那我們民意代表沒話講 因為自己自己爬的 不然別人 我們的工作 沒有那些也有這行 可是公務人員 不然別人 卻因為 跟著 行政首長 跟著民意代表 跟著選舉文化 變成 你們的工作有一部分 市政府要要求 各局處 叫做月月見報 還是周周見報 一定要辦什麼活動 能夠上報 變成業績 跟我們剛大學 剛畢業一樣 在立法院當助理 根本沒有在為民生 能夠改進多少 而是說 我幫老闆 質詢的東西 有上報紙 質詢的議題 有上報紙嗎 變成以媒體 在當作我們的工作的主要業績的考核 當然有些活動很有意義 但是坦白講 有很多活動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那有些有意義 但是不一定要辦在禮拜天 那有時候為了上報最簡單的就是 有活動嘛 有公關公司 給人來跳舞一下 當然可以穿上就業機會 這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最簡單的就是 三萬塊 比較小地方三萬塊 比較大地方五六萬塊 不然要十萬的 就在那裡表演 上了報紙 就可以交財老師 我們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預算 花多少人的家庭生活 再辦某些無謂的活動 某些不一定要在哪個時間辦 那我今天要談到這裡請嚴考 因為這個各局處 請嚴考會 把這個當作一項 先把所有這幾年的 我們辦的活動 有禮拜六禮拜天的 把它找出來 第一個先從禮拜天 哪一個可以在禮拜六辦的 可以平常日辦的 就在平常日辦 如果一定要在假日 那就全部集中在禮拜六 除非那是特定的節日 母親節或者是過年 或者說非常非常非常特定的 一定要在那邊 或者它是兩天的活動 那當然要禮拜六禮拜天 你把一個原則訂出來 交由各局處 你要辦活動 基本上原則上就是禮拜一到禮拜六 禮拜天還給 不只是公務人員 因為六百多年 一般家庭也要參加 也當作一行工作 民間很多社團 他也當作一個活動在參加 大家 整天都沒有 整禮拜到禮拜天都沒有休息 每天在那裡 沒有一天 off 都沒有關鍵一下 跟手機一樣 晚上最多也是關鍵 晚上重點在操 晚上重點在操 一個也沒辦法 我們現在人的健康也好 跟所謂的家庭 整個家庭生活 坦白講 都整個都打亂掉 生活秩序 有時候這個是一個平衡 你像譬如說 在法國 我記得好像以前 是說禮拜天不開門 有生理來也不想賺 非常極端 但是感覺說現在不行 經濟不好 禮拜天 本來禮拜人 觀光客太多了 法律規定是不可以加班 他們是開放說 不然你如果換你 雙方如果同意 那你可以上班 並放寬 但是原則上不開 但是如果你們經過勞資同意 那你可以開 容許你開 不是鼓勵你開 那我們是 東方社會是 要是比較高 禮拜 他等到禮拜 以四點鐘都在等 這是個性 但我講的是 辦活動這個部分 真的是讓我們 勞資也是一樣 盡量能夠朝禮拜天 讓人家可以休息 休息可以讓你不只是健康 可以思考一些事情 可以跟小孩 家裡一個親子 可以活動 跟你的長輩 跟你的小孩 有相處的一天 不要再在忙 目的不夠 但是說 其實我們這社會 真的是整個都很疲倦 雖然有活力 但是那個活力 是消耗生命 所以說像我們禮拜 無車日 不一定要禮拜天 我們可以禮拜六 我發現 現在我們路跑 是現在最潮的 很多都要禮拜天 事實上可以禮拜六辦 一樣 如果說禮拜天要辦 很簡單 都不要動用到公權力的 可以啊 他們自己要辦 沒問題啊 一定要禮拜天 但是不要找市政府 和辦協辦 要在禮拜天 民間你要辦 法律 這是一個風氣啊 大家互相 往那個對的方向去走 那如果說禮拜天 也是一樣啊 有時候 你做疫警 有時候還是要警察 維持交管啊 還是要用到啊 有時候行政資源提出 也要加班費的問題 這整年趟天都在忙 人家說不然選舉 說那年比較忙 不是啊 動選你一天 幾天開始忙 不是啊 國有人用 大家在忙 那我覺得說 當然民主 有民主的一個生態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些界線 大家嘗試去建立一些秩序 我想日夜做 我想大家 現在網路很多嘛 幾點就要睡了 寒睡睡了 網路大家穿來穿去 但是沒人做得到 我們練習一下 試試看 研考會來統計一下 各單位來檢討 哪些 就是不要在禮拜天 就是鼓勵在禮拜六 或平常日 如果民間你要我協辦的 我也鼓勵你禮拜六禮拜天 你自己要辦的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需要官方支援的 也只要禮拜天不支援 除非有例外 我們講的要有個原則 建立出來 會有例外 那例外是哪些情形 是例外 我們再把它建立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整個 我們很多 有些東西沒有辦法靠法律 去一個規定 我要規定你不要太胖啊 不要吃太胖啊 像有些 紐約還寫到說什麼 卡路里熱量太高 有時候政府可以做的 不一定用法律來做 一種風氣來做 第二項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最近報紙在談 甚至很多 我說的 我們上次有提過 以前打包 鄉下打包是正常的 現在也打包有這種觀念 但是也是有的拍攝 因為這個拍攝打包 造成整個餐廳 我們是 現在叫 坦白講 如果去找得 我們每天在找的 造議員 百貨沒欠 剛才沒欠這裡 整個湯天也都在找他 坦白講 如果你從頭到尾 做到尾 那個根本都完全過量 不管是量 不管是它的熱量 都是完全是過量不健康 那你說過過了吃一次 但是我現在不是跟民代表 現在我一般人的活動 也都很多 去吃那個坦白也 所以說會有吃剩的 如果你不鼓勵打包 就是餐廳的廚餘 餐廳 他也不敢說 這碗沒人吃 我說我送給什麼人 也不行 因為怕人不愛吃飯 會怪那個餐廳飯店 所以就當廚餘 整桌就是 如果說這碗叫出來 不好意思 就是廚餘 那我們也是一樣去建立一個風潮 就是說 請 這可能要金發局 要柯林環保局 也許衛生局 看怎麼聯合主辦 餐廳我每個都給你列管 你每天的廚餘量是多少 你減量 你看你要推行什麼政策 你能夠減量減到多少 那你要透過什麼措施 也許我的餐本來只得了 八千 你可能價三百塊 八千三 當你拿到保底 你含那個包裝費 用比較漂亮的 不是比較縮角落 因為有些熱食 我還看你怎麼鼓勵餐廳 有可能是包裝盒 可能包裝盒又很漂亮 又什麼是隔熱 又可以放熱 又有安全 我鼓勵你做什麼措施 結果就是 你的廚餘量就是減量 讓打包是每一個餐桌人的義務 不是說你貪小便宜 我知道這個文化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會打包的當然是 不是說我還沒這麼多打包 我想這樣沒水準 吃完要出的都包回去 不要再趁桌 你帶回去 你可以給 給沒有來參加實驗的家人分享 也可以帶給出品隔壁 也可以增加出品隔壁的感情 還是說真的有些比較近的 比較辛苦的老人 你知道嗎 你家裡的出品隔壁有什麼老人嗎 你家裡吃飯 我有一個人 就一個對象 說比較暗 我要帶一些東西回來 我覺得這樣可以透過廚餘 透過這個所謂的 打包的這種文化 能夠在我們高雄能夠實踐 這我也沒辦法說 要法律去規定這種東西 這個可能 研考會 我們訂一個很好的一個運動活動 然後各局處 然後甚至於說各餐廳 如果你有做到這樣 我跟你 大陸是蠻好笑的 全國最友善示範店 全國禮貌服務最示範店 詮釋食品安全 一個笑話說 本店保證不打客人模範店 開玩笑 就說有各種模範店 但我們不是要做模範店 你是做這種所謂廚餘的管理 是最好的餐廳 我覺得這個是也讓他們一個 一進來 一看到 這家有鼓勵 這樣去賣的人 還不賠償 我覺得這樣整個我們的 在談環保 是要回到生活 整個環保的 整個資源 不要被浪費的那種生活習慣 能夠回到生活面 我沒有辦法去一個一個 給你規定 你如果沒有做到哪裡 我做到哪裡 那我覺得透過我們的這樣的 兩個運動 讓生活 也能夠有個節奏 天行見自強不喜 但是它有一個 有運轉的節奏 不要每 當然是有些一直一直 人要休息 休息也是我們的 自強不喜的一環 大家都 大家都用過頭的 那我覺得這個到說 健保還是健保給付 還是到我們的稅金 跟落不了一樣的意思 那這兩個活動 是不是演考會可以來當綱 請主委答覆 主委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吳議員很仔細的觀察到 其實在法律跟制度後面 一個文化的現象 沒錯 我也是有同樣的感覺 我們的社會有點太 累了 太過度刺激 over excited 那這個其實對我們的心理 這個壓力會很大 其實如果到歐洲 吳議員已經知道 其實有些像義大利 到下午 可能蝦品都沒有地方蝦品 大家要休息 到傍晚的時候 店再開 然後到晚上幾點之後 又沒有啦 你會覺得不方便 但是那已經變得一個生活文化 在美國很多家庭也是用共同讀書 共同出去很平靜的去旅遊 這是一個我們要慢慢改變的這個文化的方向 那我很高興最前幾天看到小英總統 他在講說他最近閱讀什麼書 我希望也能夠帶動這個蜂巢 讓大家開始來進行 變成家庭日也可以說 書日也可以 那不要太誇張 不過老實講 社會有各種不同的需求 那我們市政府有所謂要辦活動在週末 也是因為你的對象就是民眾 那你上班日辦的時候 他就不能來啊 所以一定要下班的時候 周末 但是 剛剛議員提出一個建議倒是不錯 是不是可以多集中在禮拜六 那禮拜天靜下來就是一個休息日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那我相信因為議員這次的質詢以後 會提醒大家去做協調跟自治 因為其實我們公務員也希望休息 那至於這個 目前這個統計 因為是各機關在籌辦的 但是新聞局是有對於重大的活動 有做一些統計 那一百零四年 在禮拜六禮拜天辦的活動有一百六十項 一百零五年度到四月已經有四十二項 我想這個後面的精神就是減費 我們工業減費 其實食物也要減費 這個我也非常贊成 那現在其實台灣已經慢慢減費這個概念 已經深入民心 你看我們那個垃圾不落地 那是一個很偉大的現象 外國人看著都很欽佩 大家都一起去丟垃圾 那對於這個打包其實也 大家都未為一個習慣 打包回家 但是議員建議的是更積極 由這個主動幫你打包 那這方面也不能勉強 不過有一點事情是可以做的 因為衛生局每年都有進行一個 衛生自主管理標章的認證 那這個認證有分成你是U等 是兩等 那我認為我們雲考會可以 跟衛生局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把這個食物打包 主動幫他打包 作為這個餐廳的這個標章的認證 的一個考核的標準 那這樣一定會發生影響 好 李文中 我沒有我沒有提到說主動打包 要主動提供很多的設施 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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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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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這些東西 那提供這些可能會增加一些成本 你在計價的時候就會含在裡面 可能幾百塊兩百塊而已 那我講的是說 政府要要求個 就是說我要辦一個公告 每個 減量的那個 成績 每一個餐廳我都列管 你的餐廳的減量 我沒有列管 我會有些就坦白講要列管 有時候要鼓勵的說 你打包的成績是最好的 就貼在一個標章在那個餐廳 最主要一個公告 議員講的就是鼓勵大家打包 提供各種適當的這個材料 那其實最後其實就是說 你這個餐廳 這個最後留下來的匯料 對減量 減量 作為一個標準 我講到 你每個餐桌一台 你就說 得定就說 歡迎打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福義長 鼓勵我們把剩餘的東西 能夠打包 最主要是那個打包的設施 能夠地下 把那個減量 那個情形 以前有這種設施跟沒有設施 這個比較一下 這個東西 希望銀港會 這個建議是非常的新 能夠提出研究 來 接下來我們請聯名節議員 執行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那在前面做的 五位局處事的所長 以及 五個團隊 五個團隊的幾個幹部 幾個辛苦的同仁 那 以及我們的議會 議會同仁 文高雄士林 大家好 大家平安 那我這裡 有幾件想要問 一下我們的民政局 第一個我先針對民政局 第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我們 三菱大愛媛期 居住前就是 副級定位的問題 說實在這個部分 從八八水災一直到現在 不知道是中央的問題 還是我們市府團隊的問題 因為一直到目前 我們大愛媛區居住的 有很多 雖然是居住在那邊 但是副級 但是副級 根本就沒有在大愛媛區裡面 所以會產生三部管的問題 所謂的三部管就是 有時候跟地方在協調 在溝通 處理地方 就圓區裡面 事物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對啊 人雖然住在我這裡 但是副級不在我這裡 又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人住在我的區匣內 但是我到底是要管這些人 還是要管我的環境區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引申到很多的問題 這個民政局這個是 第二個 針對這個問題已經快七年了 所以我這邊再一次重申 也呼籲 建議 副級延伸這個問題了 就比照屏東的里那裡 還有嘉義的那些永久屋 他們都是副級延伸 雖然牽到大愛 但是他們的副級還是我們 納馬西亞的副級 這個叫副級延伸 這個是不是請我們 民政局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第二個 針對民政局的第二個就是 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盡速定案 因為拖太久 真的是已經拖太久 因為在八八水災 把這個永久屋帶園區定案以後 其實我們也有爭取 因為那時候我是在部落的執行長 不但跟中央差一點點打起來 差一點點拿刀跟絲頭來跟中央的做這樣的一個反應 但是他們給我們的定位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答案 所以再不好好處理或者是再不快點處理的話 這個問題可能會一直延伸 影響到更多的層面 比方說我們納馬西亞 居住在那邊 戶籍在我們納馬西亞 他是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他的位置 所以民政局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 匯後 馬上做個處理 第二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我們納馬西亞 目前有一個叫打卡納 打卡納里 這個打卡納里有兩個比較大的聚落 但是他是相隔一公里以上 那我為什麼要提到這個部分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聚落 他完全是我們台灣第16族 居住在那個地方的那個地方的這個區民 就是卡納卡納夫族 所以這邊要建議我們 是不是我們民政局跟我們納馬西亞區公所 研究一下 將這個聚落分開為兩個禮 而且將我剛才提到第16族居住 百分之70以上的這個聚落 規劃成我們比較特殊 而且比較有地方性 比較有主群代表性的一個聚落 讓我們的台灣甚至於整個世界 都可以經常看到 我們全世界 唯一所居住的卡納卡納夫族 這個是針對我們民政局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可能就是要請我們民政局 好好考量 也可能就是跟地政局有關係 所以我經常提到就是說 社長對我們原住民是非常的重視 而且非常的積極要解決我們原住民 不管是任何一個事物 但是我是不知道我們高雄市政府所有的基礎是有沒有關心到我們原住民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民政局有考量 針對因為在第二期定期會有提案也有反應過 但是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處理 等一下我會跟演考做這個討論 那就是我們目前那馬下 我警救我那馬下桃園茂林我就比較不清楚了 警救我們那馬下目前的居住 見地見批率真的是太少 目前我們那馬下可能要算違章 然後違章 就是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做 孩子一直在成長一直在增加 但是沒有位置可以做 所以是不是我們民政局跟我們地政局研究一下 重新規劃可以居住的這個區域 作為建地作為住宅的可以居住的地方 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最後一個部分針對民政局 在這裡也要感謝 我們民政局下的各局 各區 各區我們35個區 結果都會去的35個區區 區長 真的感謝你們經常 因為在走訪我們原住民的地區的時候 原住民的這個 各訪的時候有時候反應到 跟我們講說這個區長 他指示的一些事情都會協助處理 所以第一個我要感謝 所有我們35個區的這個區長 那也期盼我們35個區的區長 在未來 不管是推動或者是協助 處理我們整個市政事務的時候 也一定要繼續關心我們原住民這個區塊 因為說實在 我們原住民在大都會區裡面 要了解 要知道我們市政在推動的話 好像是比較比較薄弱一點 這個是一個感謝也是一個期盼 那等一下針對民政局的部分 是不是等一下做個回應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針對演考 我到期望就是演考 在我們越演的建議案 越演的質詢 是不是能夠列管 因為在我第二次定期會 不管是質詢或者是建議案 好像還有很多的局處是根本就沒有回應 也根本就沒有聯絡 也根本就沒有讓回應 跟我聯絡說到底是什麼狀況 所以我今天蠻難問說 難道我每一個會期都要講嗎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請你演考 嚴格的執行這個部分 這個列管案件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針對演考 我還是要講 因為在我們整個高雄市各局處 是在推動大高雄地區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規劃或者是推展 我們大高雄的一些 一些要讓全世界知道的一個事物 始終會忽略到我們三個原鄉 上一次第二次定期到 我也PO了影片 大高雄地區絕對涵蓋 佔面積二分之一以上的三個原鄉 你總不能一輩子也七個不開來 所以雖然有些局處會問說 但是他們已經是自治法人 不對 自治法人只是一個半套 所以我們貝亞夫議員也提到 乾脆就廢掉去我們高雄市所有區 原鄉區的選舉 第一個造成困擾 第二個根本就沒有意義 所以我也是呼應我們貝亞夫這個建議 也這個反應 那我為什麼要提到我們在整個大高雄的這個規劃裡面 必須也置入我們三個原鄉的這個元素 因為在我們大高雄地區裡面 就我們納馬夏來講 我還是要講 我們納馬夏不但是一個非常好的動線 它可以讓我們的高雄市民 在我們納馬夏居住一個晚上 然後再延伸到中文水庫 要不然就延伸到阿里山 國家公園 然後再延伸到東埔 洗個溫泉再回家 這麼好的動線如果說我們這個 呃 高雄市政府裡面所有集出是相關 可以規劃我們高雄市整個 整個產業的這一些集出是負責人 如果說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個的話 真的是對我們納馬夏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我這邊要提就是請研考 一定要監督而且要經常性的關心 我們元鄉在大都會 甚至於偏鄉 甚至於元鄉的這個整體規劃 那第三個 就是我們都會區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再利用的空間 包含教育 教育局這個學校的空間部分 所以我今天要針對研考 是不是能夠規劃 因為上次提了 所以有給我那個空間的名單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處理 就是說我現在提研考就是說 這些空間能不能給我們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 做社團做教會再利用的空間 因為我們原住民在都會區處了教會 還有社團要不然就是協會 甚至於同鄉會 這些組織但是他們要租房子 還要租房子還要付水電費 活動的活動的空間又那麼小 所以我這邊要提的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原考會 調查到底我們目前學校空間 甚至於我們我們市政府各級處是空間可以再利用的 可以不可以租借給我們原住民這些組織 來經常性的做活動或者是做做禮拜的一個一個空間 這個是針對原考的部分等一下也順便做個回應 第三個我要針對人士 對於人士的這個部分我只要問 但是我不會給你答案 但是你要給我答案 就是比方說公家機關推動活動 辦理活動但是這個活動是委外 這個活動是委外辦理 公務人員正職的公務人員如果說奉勉 要參與協助辦理這個活動已經委外 然後是加班以加班制然後簽到 簽到完了又到現場執行他所分配的這個工作 然後因為可能是事務繁忙 或者是因為我們那邊交通也是比較窄 發生意外 那我可能要問我們人事處這邊是不是意外的這個員工 如果說發生意外這個員工 屬不屬於因工造成傷害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 如果這個公務人員是屬於工傷害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工商駕 第三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協助委外辦理活動的這個這個業務 那他是不是可以申請工商駕 這個是第三個三個問題 等一下就也請人士 做個回應 那 最後一點我可能要針對陣風 因為我們不知道是陣風 但是我這邊要問 因為我們 那馬夏區有一個叫麻雅里 麻雅里巴巴水災以後 很高興有我們的世界展望會跟紅十字會 協助我們部落 新建那個自立造屋 自立造屋一百多幅 但是已經做了好幾年 一直到現在 沒有辦法進駐 上一次我講是向道 那現在我要講是房子 為什麼這個房子 聽說了 聽我們那個部落有申請的人 就是說房子是已經完成了 但是我必須請我們的陣風回應的一個 為什麼這個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房子完全不一樣 規劃設計一個廠商一樣的金額 為什麼所做的都不一樣 第三批因為分有三批第三批完全沒有辦法進駐 那第二個想請我們 鄭鋒去了解的就是 這些住戶到目前都還沒有拿到實用執照 實用執照都還沒有拿到手上 但是已經有稅間 稅間處已經發了那個稅單 而且稅單非常的高 一個十四坪的房子 稅金達到將近五千塊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等一下也請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鄭鋒介入了解 介入關心 好 那以上是不是先請我們民政局 好 民政局局長 好 謝謝主席 也謝謝我們林議員 對於我們幾個問題 這個大愛跟我們這個大甘露啊 這個里這邊的部分 我先做一個回答 那戶籍延伸並不符合我們現行的這個戶籍法的一個規範 我們事實上是希望我們這個市民朋友 我們的區民朋友住在哪裡 他的設計就在哪裡 那目前在我們大愛永久屋這邊 大愛里這邊我們現在設計的人數是2421人 戶數共有876戶 那其實我們這邊都有詳細掌握他們的這個居住的狀況事實 那也希望他們不要說涉及在這裡 但是人不在那裡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其實涉及在這裡 但是還是會回部落那邊 那這個也跟當時我們設置這個大愛的部分 在概念上 其實跟慈濟這邊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再談到那個大甘露阿族這邊 那大甘露阿族在一百零 這邊在一百零五年四月 我們這邊看到我們大概有八個零 四百三十一戶跟一千七百零五人 那我們也知道其實我們那個卡納卡納布這邊 其實在文化上面 因為在那邊大概有布農跟兩個族在那邊 那當然在文化跟風俗上 民俗上其實是有一些不太一樣 所以我也了解說議員也期待說 是不是能夠把他們獨立出來 再另外做一個設置 但是這個跟我們在李林編組辦法的部分 其實這邊是有一些想抵觸的 在我們的李林編組辦法裡面 我們希望在人口分散區裡面 我們至少一個里能夠到五百到一千兩百戶 那如果是在比較山區的 那至少要達到三百戶 所以就目前的數量上跟制度上 其實是有一些相抵觸的 不過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了解 盡可能的去在文化上做一些切割 但是跟現在的法令上還有一些限制 我們再來努力 以上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關於議員的提案 我們每個提案都會回應 但是如果有沒有回應的 或者是還需要繼續去追蹤的 請議員可以提供這個個案 我們會協助去追蹤 那高雄是可能是台灣唯一的一個縣市 是十六個原住民的族群都有的 是有非常豐富的這個原住民的歷史文化 所以在這方面是不是可以去發揚 然後對於這個產業的提升 包括旅遊產業的提升 那這方面我們會去 這個請嚴明會跟觀光局 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 至於這個閒置空間 其實市長一再指示 閒置空間要充分的利用 那我們這方面目前已經朝著好幾個方向 包括拖老 這個托兒 甚至其他的這個國際青年的使用 那嚴住民族這方面 有這方面的需求 我們也希望可以 這個提供 我們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協調會議裡面 一併來考量 謝謝 接下來人士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剛剛林議員所提到的是說 如果區公所辦活動 委外辦活動 當然如果你的公務人員需要去那邊督導 你當然可以請加班去督導這樣的事務 那如果說你因為執行職務 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你因為受傷或怎麼樣 那依照我們工人請假規則的規定 你因為執行職務發生傷害的話 依照規定是可以請公駕 也是等於公商駕的意思 但如果說你因為執行職務 依照我們工人 因公商產衛問金發給辦公 的話 你因為執行職務而受傷的話 你有住院的話 也可以請就因公商產衛問金 以上報告 好 政風 來 政風處長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我想議員組成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有關你這個世界展望會 跟紅石智慧的智力建屋的協制這一部分 因為這是一個民間團體 它有民間團體的一個內部的一個監督的機制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政風處可能 沒有辦法做進一步的跟您報告 另外有關稅務的問題 我想房屋稅如果有課增畫面 我想我們的稅間處大概都可以樂意協助 這一部分可以個別跟稅間處來做洽詢 我想以上的報告 好 好 一分鐘 那 不好意思 那我就再邀請一分鐘 剛才有關你研考 不 人事 人事督導的部分 就是上班 但是我剛才有提到 它是委外 它是已經委外這個業務執行 不但委外以後 如果這個機關所長要求所有的員工 一定要簽到加班協助的話 這個算不算因工傷害 可以不可以請剛才我講的那個三項 這個是可能是我要補充的部分 那我剛才忘了講了 就是 有關的民進的部分 說實在過去官派的時候 小型零星工程 平均有六百萬 一個區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們地方的向盪 白水 真的沒有救 注意是不是能夠再列入 好 一分鐘 請 回應就好 就有關你小型工程的部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這個小型工程 因為它的預算 非講助性的一個性質 所以其實我們在104年 我們三個原住民自治區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將該筆的預算工程 已經由區公所自行去編列 所以其實在錢的部分 並不是有減少 也並不是沒有 是已經由那個區公所 這邊去 已經撥給他們 由他們去執行去做 所以其實我們也建議就是說 因為錢已經都給他們了 所以比較不可 那要有局這邊再去支援 因為錢已經都已經給區公所了 所以這個部分也建議 我們三個原民區的區公所 能夠給予跟中央 或者說跟我們的原民會 來做這樣一個申請 那至於我們當時撥了多少錢 給這個公所這邊 我們會後也可以提供給議員 以上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還沒有執審疫情 我們民自幕人 一分鐘自行活動 動一動 來 一分鐘 不然要睡覺了 來 大家一分鐘 來 好 謝謝 因為我後面的執行還有七八位 所以漫長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快快快 要執行 長單 商議員 這裏 這是 市長買光 製作宣揚 私自公司 都市長 是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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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氣輸毀 貴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